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张无极之所以工程身退,就是担心国家分裂,苍生土炭,提告赖清德16日下午,新党青年军成员王炳忠等人,认为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务实台独说等行为, 设唤刑法内乱罪,他们在律师陈丽玲的陪同下,到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,阿玲告发赖清德,其实,这是他们第二次告发赖清德,当天早些时候,岛内媒体就爆出,台行政院长赖清德,因主张台独被告发内乱罪,自由时报网站16日截图,赖清德被蔡英文提罚上台,担任行政院长以来,屡次公开自诩台独工作者。 猖狂嚣张,已经成为岛内最危险的台独分子,告发赖清德的是新党主席玉慕明,他认为,作为行政院长的赖清德,先前在立法院被巡使,自称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, 已超越前总统李登辉,跑出特殊国与国关系,即陈水扁提出的一边一国,于是,玉慕明去年10月率支持者到高检署,告发赖清德设刑法内乱罪,玉慕明先前表示,最高行政首长在着手进行从暗毒走向民毒,民毒的方式,仍是黑箱台独,将带给人民危险,并进入战争边缘, 所以不得不提告,提告是行动的开始,并不表示行动的结束,新党会负起在野党应尽责任,新党主席玉慕明,当时陪同提告的律师陈立玲表示, 一写法第53条规定,行政院位最高行政机关,赖清德以最高行政首长的身份,自称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,众多公务员会因赖清德的台独言论,而可能实施相关台独行为,包括课纲集续中国化等做法,以再逐步实现台独,刑法明定破坏国体,变更国县的行为,设犯内乱罪,人民将因赖的台独论,导致身家性命财, 遭受危害,因此提告,到内侵律的自由时报16日报道称,如今台湾高检署调查后,认定无法紧平赖的主张,及推论赖有何设内乱罪的行动,认定罪证不足,已将全案签结,16日,陈立玲表示,赖清德即前案被告发内乱罪,或高检署签结后,如今在抛台独论调,台湾现今正面临大陆的武力威胁, 赖清德身为最高行政首长,却多次抛出台独的意图,恐使台湾面临战争的风险,今天下午三点半,将再次赴高检署,告发赖清德涉内乱罪,他和他让陈立玲等人怒,而再度提告赖清德,是因为15日赖清德再度猖狂,他提出所谓 台独工作者的三个务实,岛内媒体报道称,第一,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,不必另外宣布台湾独立,第二,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决定,其他人不行,第三,他率领行政团队,建设国家,发展经济,壮大台湾,另外,他提出六个捍卫,维护,发展,维持等工作方向, 据中时电子报16日报道,对赖清德的相关言论,国台办主任刘洁一16日上午直接点名,赖清德说,他就是个台独,中时电子报网站16日截图报道说,对解放军18日,将在福建沿海举行军事演习,是否有警告台独势力的意味,刘洁一明确表示,我们举行军演,是为了捍卫我们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, 鼓吹台独在岛内是违法行为,那么,赖清德为什么没有被台当局法办?金律的自由时报,16日刊登文章道出了其中猫腻,赖清德所谓台独工作者三个务实的声明,说得更明白一点,它其实是小英政府维持现状内涵的包装,明白了吗?蛇鼠其实是一窝,或者说狼狈为奸,那就只能靠大陆清理门户了。 此前,环环ID,HUANQIUCOM,曾在社评中建议精确打击赖清德,开创反毒新局面,中国可以做的包括,动用刑法,反分裂国家法等,在中国的法庭,对赖清德分裂国家的罪行立案调查,审判,如果罪证确凿,就可以在全球对其进行通缉,如果能成功开启审判赖清德的先例, 不仅对他本人,对其他死应台独政客,都将形成强大心理震慑,这篇文章在岛内引发极大轰动,台行政院不得不紧急出面灭火,岛内封传媒,网站4月1日截图,他喝的是中国的奶赖清德的绿,已经从里到外,从头到脚,顺着赖清德的说法, 亲读的自由时报16日股东说,接下来就应该这么做,第一,提出一部台湾人民,可以据以制限,决定台湾贤途的公投法,第二,提出台湾宪法草案,推动制限公投,第三,全面推动以台湾名义发展外交,加入国际组织的政策, 赖清德和蔡英文会被猪油蒙了心,如此铤而走险吗?很粉丝的是,公开鼓吹台独的赖清德喝的是中国的奶,事实如铁,就在16日,赖清德因为一句话成为岛内媒体的热点,他自喝来他自饿,我自一口真气足,这句话来自金庸明著《野天屠龙记》中的九阳真经,《野天屠龙记》是金庸明著之一,赖清德说这句话的背景是, 台当局干涉台大校长人事任免,这一事件也被岛内许多人认为,台当局推动隐姓台独的例子,台教育部长潘文中14日请辞,痛批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敏蓝营,造成教育与社会的纷扰,同日下午,管中敏在脸书发文回应,只有20个字,他抢由他抢,清风扶山岗,他横由他横,明月照大江, 管中敏引述的这句话,就来自《野天屠龙记》中的九阳真经,赖清德声称自己也是金庸明,还声称引述九阳真经,是与管中敏切磋武功,如果《野天屠龙记》的主人公张无忌指导九阳神功,被赖清德这样一个台独分子滥用,会不会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将其一掌击毙,张无忌之所以功成身退, 就是担心国家分裂,苍生土炭,显然,赖清德一不小心,就暴露了一个事实,他黑头发,黄皮肤,在文化上和德也是中国的奶,虽然他口口声声喊着台独,对这样的败类,只能拔建清理门户,那一天,应该不远了,岛内网站16日截图,转载 请著名来源环球网,ID HUANQUIUCOM